我和Dan這個月吵架的次數是極高 最嚴重的那次是吵架到差一點要分手 Hi 大家好 我是Emil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也歡迎來到我新屋的背景 給點掌聲啊 可以給點掌聲自己 這個星期真的過得很不容易 搬進來這個家已經差不多一個星期 但是過去的這幾天我們都在混亂中度過 因為我們很心急很想搬屋 基本上是交了鎖匙的那一天 我們已經安排搬屋公司把東西搬進來 然後當晚我們是馬上住的 好幸好這個家裡所有需要的東西都有齊 我們只要做一些簡單的清潔就可以住 但因為我們實在太多垃圾 其實是我而已 阿Dan沒什麼 太多垃圾要清潔 第一回合覺得還有東西要清潔 然後第二輪再扔 第三輪再扔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昨晚才撿得好這個客廳的地方 那我就在想 太久沒有拍片 真的要拍片 所以今天早上就特意關機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些近況 這次最主要想分享兩件事 第一就是我怎樣找到這間屋 如果你有看我上一條的租屋片的話 你應該會發現其實我是在Facebook page找 可以免用 會省錢 這次我們的預算就多了 還有覺得自己上Facebook page找也會有少少風險 那我們就不想麻煩了 這次就直接找老闆 其實找老闆的過程都頗不順利 我自己其實都預送了很多時間 預送了差不多一個月去找老闆 那一開始就很輕鬆 那當我找到A option的時候 那我就大約兩點多 跟那個老闆說 這個價錢我們OK 你問一下業主好不好 那時候其實業主還是十五十六間 那我們就在想 嗯應該都OK的了 那我就在想定 究竟這間屋有什麼優惠 想做等等 怎知道三四個小時之後 那個業主就跟老闆說 不好意思啊 有另一個人出的更高的價錢 我們不租給你了 然後我就很失望 因為那間屋呢 我自己真的蠻喜歡的 整間屋是很光亮 光線很充足 很大的挫敗感 然後就跟阿丁說 我不找了你自己找了 但是 唉 頹廢了一天之後 重新上路 那好吧 然後我就不斷不斷看樓 看到去Option B了 覺得這間屋很棒 然後就跟Agent說 這間屋這個價錢我OK 你問一下業主好不好 因為業主就不在香港 所以他就授權了給他姐姐去處理這間屋 那時候呢 那個姐姐就在電話上面 口頭答應了這個Agent 就說這個價錢OK 那樣 然後他姐姐說yes之後 我是非常開心 就覺得 終於完成了這個使命了 終於可以晚上不用失眠了 因為我真的找到失眠了 超誇張的 然後說一問阿丁就跟我說 你不要開心得那麼早 一天未簽約都會有變數 他說完之後 我有點不祥的預感 第二天 真的收到Agent打電話來 就說 唉應該有些同行在這裡搞鬼 因為第二天早上 我再聯絡業主的姐姐 那個姐姐立刻 一個月叫高多2000元的價錢 要不然就不租了 然後我就呈天逼靈 你想想一個月叫多2000元 一年其實要多花兩三萬元 那我就覺得不行 完全超出我們的預算 而且真的很過分 但是我們真的催不去 因為我們沒有簽到臨時合約 全部都是電話上的口頭承諾 那個Agent就說 這件事其實在這行都很普遍 經常都發生的 灰機到一個店 為什麼兩次都要發生在我身上 或者是不幸的美少女 然後剛好第二天 阿Dan就兩三點 就不用上班了 那很難得他跟我一起看樓 因為一直以來都是我自己一個 在持狗戰地看樓 他平時就要上班 那我就說 不如你放假的話 我們就順便一起去看樓 然後叫Agent準備了 可能七間八間給我們看 就看到這間了 那這間其實是給我們驚喜的 不知道大家去看有沒有發現 其實很多屋子都很骯髒 但是這個業主真的保持得很好 是擦乾淨了玻璃 座癡、雪櫃全部都是100%新 我們進來的時候 那些傢伙是齊全到 我以為他開錯鎖匙 然後我就問Agent 這間是否有人在住 他說沒有啊沒有啊 真的沒有什麼都齊全 保持得很新、很綺麗 所以我們的first impression 已經是很好 然後其實看完這間房子之後 阿Den已經跟我說 我喜歡這間房子 他平時是沒有留言 但是他說很喜歡 我就覺得 既然他都很喜歡這間房子 而且我都找了這麼久 我心裡了 那我就決定租這間房子 但是過程其實 都真的 商量了一段時間 那麼那個業主 其實最開始 就是放上一手租客 那他在付錢 就是24K 但是市道真的很差 24K真的租不到 那他應該是放了一段時間 24K沒有人租 那他就放到22K 22K都沒有人租 然後他就放到20K 聊天價錢的過程 你也可以第一次大膽一點 其實我只是抱著未必得的心態 我跟他說17.8K 但是我可以預繳半年 預繳半年這件事 對於業主來說是挺吸引的 他就可以 不用經常追求這些租金 還有現在市道不穩定 租客預繳一塊錢 對他來說是有一種安心的感覺 然後有個業主就談了一陣 他就說 不要預繳半年 要不就預繳一年 17.8K 要不就分開一個月一個月交租 就18.5K 一年是差8千多元的 其實那時候就覺得 預繳一年很多錢 要20幾萬 那我就猶豫了一陣 也跟Dang談了一陣 但我覺得 那反正戶口都有錢 反正租金都是要交的 經濟情況退化之下 其實也不太差 而且業主就很容易說 所以我們就說了yes 然後就終於租房子了 我真的因為租房子 真的失眠了一段時間 其實我抗壓能力是比較低的 只要遇到一些我很緊張的事情 我就睡得不好吃得不好 然後我就終於可以睡得安樂了 其實業主就足足減了 所以我差不多是六千二元的租金 一個月 所以我不知道下年 業主會不會加租金 加得很厲害 但至少我們這一年 都可以租房子 租到一個好價錢 我真的 還得神落 我用了十分鐘去分享 我究竟如何租到你的房子 沒錯 我真的經歷了太多波折 其實除了這些波折之外 我和Dan這個月 吵架的次數是極高 最嚴重的那次是吵到差一點 要分手 就是簽了林药之後的那天 我承認過去兩個星期 因為快要來M 所以本身已經躁躁地底 而且他本身是說英文 和Agent不太溝通 基本上一些大小事務都是我去處理 由選樓 談合約 商量 尤其是你知道我很緊張 搬屋這件事 我就給自己太多壓力了 相反他就在一個很Lay back的態度 他就覺得 可以的啦 算得了 算得了 有床給我睡覺就OK的了 我不在乎 這樣 去到一個位置 我就想到很negative 為什麼你好像什麼都不理 為什麼所有事情都是我處理 為什麼所有事情都是我做 那我就開始想到很極端 我就在想 現在搬屋小小事都搞成這樣 將來如果我們生了寶寶 要幫他選一套孝 所有事情都要我一力承擔 想到很負面 罵得最厲害的那一晚 我跟朋友吃完飯之後 就坐在附近的一個球場 放空看別人踢球 誰知阿Den就用了 Find My Friend的那個App 就找到我了 你知道我一向都是一個 逃避問題type 他有一個窮追猛打type 他不斷死前難打追著我 他就說 Talk to me! Talk to me! Do you still love me? Baby talk to me! 然後我就說 Find!Find!Find! 好煩喔! Talk to you! 他這招最後是好處 我們最後真的躺開心飛 攤了一些問題出來說 聊完結論 其實大家都有錯 我真的太吵底了 還有有些事情 我攬上身去做 因為我當時覺得 自己處理到就自己處理 誰知是不行的 你是要跟另一半分擔分擔 他會覺得自己真的太冷散太氣了 他真的氣得我跟他說的東西 他是左意入右意出 完全忘記了 那天之後他真的有做到是上心了 那些水碟不會轉名的 他搞 搬運公司 沒錯 就是這兩個星期發生的事情 我知道大家 是非常非常想提到我的home tour 其實我應該會做的 但真的要給我一點時間 其實除了大家看到的這個視線範圍之內 外面的範圍是混亂到爆炸 還有很多紫皮箱 然後衣服還是一座山的放在這裡 那我想我需要再多兩三個星期的時間去處理 那到時當時機成熟之後 我就會拍一條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希望大家會耐心等候 那沒錯 今天這條的update片 和這個情侶關係分享片 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記得按LIKE我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